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将军在这领兵 我过去给刘备传命 没我的命令万万不可过来 好 我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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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远将军何故到此 奉承相命 请刘皇叔回朝 朝廷另有任用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何况现在 元术兵马已动 军情如火 我应速速赶往徐州阻击他们 万万不可失了荣机啊 请将军 请将军 带我向丞相 禁止 就说 就说刘备 不会辜负了丞相 更不会辜负了朝廷 刘备传 张将军 我以为敌军来袭 所以预先布好了真事 原来是张将军到来 虚惊了一场 靖儿 要不是你男长 我早就和他们厮杀起来 什么也不说 见丞相再说 张辽须处到 丞相 丞相 刘备拒绝回朝廷 他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他说他急着赶往徐州 去劫杀袁树 托辞 刘备还说什么 刘备还说 容姬不可施 他说他绝对不会辜负丞相 更不会辜负朝廷 刘备那四海摆下阵势 莫家本想厮杀 张辽不让 张辽做得对 你们先去吧 诺 诺 就不让他来 你能不能辜负 这些人 要是 什么 你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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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你能辜负 招人可治啊 拖治将来会更加麻烦 不如立刻派大军绞杀 承邑啊 丞相 我越来越觉得用刘备 是用对的 李仪 刘备此次出征 必能截杀袁树提我锄一大海 第二 我料他不敢反 因为我有朱金陆昭二将隋征 那五万人马为他们掌控不归留备 第三 我历来用人都是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既然用了 岂能后悔 如果刘备敢反 正好给我一个取他手机的机会 承邑 你怎么老是叹息啊 刘备抗命不归 我劝主公派大军征脚 主公非但不听 还哈哈大笑 说什么 他越想越觉得用刘备用对了 你听这话 荒唐不荒唐 你听这话 我看主公不荒唐 是你荒唐 我 你想想 刘备已经领兵跑了 你再派大军去征脚 那不是一物再物 我们当前的大敌是袁绍 不能节外生枝 再数强敌 既然沐浴成舟 那就让刘备这支舟 让他 替我们去解杀袁绍 这样 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 对付袁绍 先生所言极事啊 可主公也是 但是明明错了却不认错 我告诉你吧 其实主公心里 早就知道错了 日后他也会改错 但他永远不会认错 何为认住 那就是知错改错 不认错 万万不肯认错 是 不认错 rif hal 主公 主公 末将已查明 袁术就藏于这座庙中 残兵不过百人 大哥 给我一炷香的功夫 我把这手套起来啊 那袁术也算是义方诸侯 如果秦辉许昌 太过折辱他了 这样吧 我写一封手书 子龙送进庙中 面成袁术 让他自己斟酌吧 遵命 大哥 你就是心善 忘了袁术那斯 当年如何欺负人 断了咱们的良想啊 子龙 此生 该死之出了 罪终 刘虚 封 可死朕了 还不赶快去找秘水 主公 现在都是血水 没有蜜水啊 去找啊 皇上 皇上 外面来了位将军 左将军刘备 有书呈原公路将军 公路将军如武 刘备奉命升秦将军 劫王许昌 但备为军着想 别有不仁 今日为叛军自决 不辱威名 刘备拜上 刘备还是个忠厚人呐 陛下 不够陛下 刘备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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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被刘备拜 索奋 Understand 敷衍 visualize 说是用来驻守徐州 以防袁绍大军来袭 徐州原本就是我的 我的 我自有车州将军罢愁 敢刘备何事 五万兵马如何丢失了 那天 张飞设酒宴 把罪将的都给灌醉了 等我醒来时 因为绑在了车上 刘备令我 把这遇袭 献给丞相 我要他何用 推出去斩了 丞相 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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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草人 末将在 即刻 给车州增兵三万 让他 严防徐州 告诉他 刘备胆敢来攻城 即刻警察 提州来见 遵命 报 丙丞相 去败兵回报 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 首将车州 也被关羽斩杀 徐州各郡 都已陷入刘备手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扯州 有八万精兵 驻防徐州 八万呢 你就算是八万个馒头 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 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丞相 完全有可能 你说什么 丞相 刘备奉命出师 他手中有一枚 您搬给的兵符 他很可能用此兵符 骗开徐州城门 车州将近 建此兵符以后 还以为刘备 是丞相派来的 出师大wir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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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太医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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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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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尔 孩儿在 我病了几日了 三日 三日 都未确有可 想让你来 нуть 家就是 不是 儿子 二十三 ament 工作 刘子 过两日我要听你心得 孩儿明白 芝儿 孩儿在 今日 可做了些好诗文吗 儿与季康 恐龙等宾客 都有诗文唱和 好 好啊 过两日 不 就今日下午 拿来念我听听 好诗文 胜过灵丹妙药 孩儿遵命 姬平 姬平在 你据实说我这病况如何 丞相 你患了头痛病 时日已久了 平时无大癌 可是一旦动怒 便会突发 还望丞相安心静养啊 不是已经养了三日了吗 差不多了吧 丞相 还须静养三十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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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徐州城重回到我们的手里 还增添了九万多兵马 子龙正在抓紧训练 军容不俗 群情振奋 好 子龙不但有汉将之勇 更有大将之才 告诉他 让他加紧操练 不出二十日 曹操必定来返 秘方 出宫 老你去冀州觐见袁少 将此信交给他 一者 传达天子写照旨意 请他快快发兵 秦王剿贼 二者 告诉他 无论他何日起兵 刘备 都愿意听起号令 甘当麾下先锋 诺 主公现以雄聚四周之地 粮草军饷大为副祖 兵甲百万战将千元 即使刘备不传天子诏书 主公也应当举兵讨伐曹操 以求一统天下 在下再强调一句 主公举兵灭曹 并不是为了招不保夕的天子 更不是为了伏汉 而是为了主公自己的君王大业 主公 主公刚刚战霸公孙瓒 三军尚未得到修整 而且人困马法 加上近年来连年征战 使得所属各州焦土一片 第五庄稼民不聊胜 国土所言 粮草军乡大为富足 那是纸上画饼 是脖策上的税赋 如果要真把这些收入仓里 用于军旅 那每个三五年的时间 是万万不可的 陈建议 主公修兵养民 待军力民力充沛后 再行举兵伐草 兵主公 田丰所言 朕乃书生之计 眼下 主公兵封正盛 三军斗志昂扬 凭主公之神武 将士之昂扬 许昌指日可下 灭草易如凡者 请主公即刻发兵 不可犹豫 更不可千言十日啊 主公 国土所言 那是匹夫之勇 古往今来 但能成就八业者 并不是依靠着 他们的兵家多寡 也不是依靠着 功成拔债 而是依靠着 国力民力 依靠着 土地能找多少庄稼 他们身后有多少子民 归根到底 打仗 拼的就是国力民力 主公 坐拥 晋 清 幽 并四大洲 而曹操 只有眼周四郡 和淮南一部 总体实力 不及主公一半 主公 这须 整军养民 富强自己 静观天下 三年后再娶曹操 那可真是 如泰山压顶 势不可挡啊 主公 许昂 在 你 你来得正好 国土主张我 举兵发草 田丰 主张我 休养生息 你意如何呀 回主公 刚才国土 田丰 二位大人 他们的争论 在下听明白了 在下以为 无论是战是何 我们都不能紧紧只看自家的情况 还要看一看 敌人的情况 不仅要知道敌人最怕什么 也要知道敌人最想什么 正可谓兵家云 知彼知己 方能百战不殆 在下以为 那曹操现在最想太平 且最怕交战 因为我家主公 雄具既清幽病四周 可谓帝大物博 兵强马壮 在当今天下诸侯中 独占疯癫 曹操呢 虽力不及主公 可他却处在一个上升的时期 所谓上升时期嘛 就更需要维持相对的稳定 以求得发展 主公 如果我们也休养生息 表面看似 对我们有利 实则是对那曹操更加有利 因为曹操比主公 更需要时间来发展壮大呀 主公啊 此时此刻 正是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最大的时候 实属天赐良机 千载难逢啊 如果主公 千言日久 我们就只有做官那曹操 一日日壮大起来 最后 与主公并立于世 主公 要真到那时 这圣户 可就难了 我心已定 立即发兵 灭草 我能够尽送国陛 灭草 听令 这须有 国土为君子 炎梁门丑为大将 其马军十五万 布军十五万 进军 离昂 出品 陈灵啊 在 你是我们这里最有才华的才子了 找你替我拟写一道 讨贼西文 布告天下 在下 遵命 好 明主 雕如蛇 独如蝎 狠如狼 曹氏一门 从祖到孙 尽为坠烟遗仇 俯臭勾当 大将军袁绍 奉汉威灵 折冲咒语 长几百万 剑技千群 并周约太行 好文章 试入奔马 七冠长红啊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你们俩也看看 这个陈灵堪称天下奇才 熊士古今的大手 就这一篇西文抵得上十万大军哪 掃之 掃之 你为何就写不出这等文章来 你府上的那些人 不也是号称宝学之士吗 我看都是酒囊饭贷 还有你 好高勿远 没有真猜实学 父亲责备的事 还要苍惠 传命各级文武 大唐一正 父亲 父亲 那你的病还没好呢 陈灵的这篇西文 这篇西文就是灵丹妙药啊 给我惊出一身冷汗 头风走好了 哈哈 袁绍地广民风 代价百万 文臣武将更是数不胜数 如许优 郭图 田峰 庞稷等人 都是智谋超群 炎梁 文丑 张和 淳于穷 也都是当世名将 丞相不可与袁绍交战 只可与袁绍议和 我 专相 先生所言 真乃俯儒之鉴 依我看 袁绍有失败 专相有失胜 哦 顺势 此为义胜 袁绍以宽计 丞相以猛咎 此为智胜 袁绍外宽内计 认人为亲 丞相外解内明 认人为财 此为度胜 袁绍多谋少爵 丞相多谋善断 此为谋胜 袁绍嗜好虚敏 丞相以诚代誓 此为得胜 袁绍忽近忽远 丞相远近劫场 此为人胜 袁绍听信残眼 丞相动落观火 此为名胜 袁绍是非混淆 丞相法度严谨 此为闻胜 袁绍好大喜功 不知兵法 丞相以少克重 用兵如神 此为五胜 袁绍有此失败 丞相有此时胜 虽然战端未开 臣以为胜负已定 好了 是吗 是吗 战和之争 就到此为止 你等回营 苏苏诊军 五日之后 我要亲自率二十万大军 迎战 袁绍 陛下 陛下 大喜啊 刘备已收复徐州 得兵九岸 并且把陛下的诏书 传给了袁绍 袁绍发出了讨贼西文 召告天下 举三十万大军 征讨曹贼 太好了 袁绍和刘备的义军 何时进入许昌 这 这是早晚的事 不过 陛下不可太心急 臣有一击 与袁流大军 理应外合 义举定天下 爱情有何妙进 哦 我有一个密友 名叫吉平 现在 他这宫廷太医 正为曹操治病 此人 弑守国恩 身怀 保国大志啊 战处国贼 何须原流那些兵马 只要在下一举手 便可取曹操的性命 曹操身边假视如云 外人根本无法接近 兄台 为何如此自信呢 我哪里是什么外人哪 这几日 我几乎成了曹操的贴身侍卫 每次他犯头疯 都要换我去相府 为其治疗 只要我在药罐里 下上一剑毒药 曹操便会一命无辜 哎呀 即使你成功的毒死了曹操 自己不是也会被杀吗 不同 不同 为国捐躯 死得其所 臣世世代代保受国恩 尽陛下有难 为臣者何惜此命啊 这 陛下得姬平兄相复 这那天降福音 舍鸡大幸啊 只要曹操一死 徐昌诚便是全都无首 所有的文臣武将们 只能拥戴陛下 陛下定将姬平兄的灵位 供于功臣阁中 与高祖帝为伴 享受官室供奉 妹子 妹子 哥来了 哥哥 小声点 你别让主子听见 来吧 妹子 可想死定了 可想死定了 妹子 够男女作孽呀 跟我拿下 走 启禀主公 伯仁静同与正云英 在那柴房行禽兽之事 被奴才当场拿获 请主公发落 伤风败俗 玷污我家风 这灯禽兽 留他何用 所见了 天明处死 老爷逃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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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命了 小的知错了 老爷逃命了 快快去请太医鸡瓶 快 你你去请鸡瓶 快快去 快跑 跑 快去 鸡瓶 要熬好了吗 就好就好 比さん好的 不能休息 你起源 我们就算过 喝酒 喝酒 太烫了 搁那儿凉会儿 只凭你做太医多久了 臣是出平二年进贡从医的 算起来有十三个年头了 出平二年 那年我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你知道什么事吗 臣不知 那年的三月八日 那天 董卓也像我一样躺在榻上 我呢 怀揣七星刀 我一样 慢慢地向他逼近 想要为国出凶 清史留名 没想到董卓从镜子里发现了 害得我闲些丧命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 今日 我也被人看成董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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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如君如负 就请你先尝尝此药吧 这 丞下 大胆 拿下 说 谁令你下毒的 谁是你的同党 是我要杀贼 何需别人之使 你一个小小的太医 谁敢下毒害我 说出你的同党我不杀你 草贼 天下人人得以助之 岂止极平 拖下去 言行可问 务必问出主事人是谁 诺 国贼 国贼 人人得以助之 国贼 谁啊 开门 开门 来了 来了 丞相有请 特地将军 董城赴宴 请回禀丞相 我家主公卧病在床 丞相事先就吩咐了 说 如果董城称病 也一定请他报病前来 快去 快去 去啊 请将军收获 我去禀报主公 你 我家主公卧病 你就会被捏 你身体 你身体 我记得 你身体 你身体 我身体 你身体 也反了 不过我看无妨 秋风落叶也可一伤 枯木寒窗也可助兴 你们说是不是啊 丞相所言甚是 既如此 那就与我满影此碑 下官报病 不能再隐 请丞相见谅 病了 正好我这儿有一副灵丹妙药 来人呢 在 带上来 诺 我这儿一副灵丹妙药 在我这儿一副灵丹妙药 我这儿一副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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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儿一副灵丹妙药 在我这儿一副灵丹妙药 誰是日的首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風流 不是狂也不是藥 一粒陰魂到永久 不是去也不是了 往來在人間 與天地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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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天地同首